同學們大家好 今天我會用這個短片去講講我們看的那份文章 這份文章我們今次看的會是 Mosquitos learn to avoid pesticide increasing their resistance to chemical control 我們其實是第一件事 看著那個標題都大概知道這篇文章做了什麼 第一件事我們看到Mosquitos learn to avoid pesticide 這裏是說蚊學式避開了殺蟲劑 似乎它得到什麼目的就是increasing their resistance to chemical control 即是代表我們再用這些化學品去嘗試控制它們 都沒有什麼幫助 因為它們可以有一個抵抗性 這篇文章裏面第一件事其實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解釋了why it is important 我們很多時候寫文章也好 我們都要告訴大家為何重要 因為它告訴你這些蚊是可以傳播到這些不同的疾病 於是我們就嘗試看看實驗本身做了什麼 這句句子正正在回應實驗大概的目標 Mosquitos seem to smell the chemicals with harmful effects and avoid contact 即是它們能夠學會避開它 於是它們其實整篇文章一直說下去的時候 它也說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這裏 Begas the most widely described the mosquito pesticides resistance of metabolic genetics and Cucurtic 這裏就是說我們現在其實一般來說 如何去避免蚊會傳播疾病 我們如何去對付它 其實我們也是嘗試用化學品 於是我們研究一下蚊跟化學品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都很就在新陳代謝或者基因上的情況 我們現在直接就想嘗試連繫到Memory 就會是整個研究裡面最有用的地方 於是在這篇文章裡面我發現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例如Inert 天生 這裡有說Overcal and Visual Conditioning Stimulus Stimulus這個字是代表刺激的意思 也有機會可以在你們的考試裡面用 下面的Experiment的這一節就是描述它如何去做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大概會分開兩部份 這裡會是1號部份 這裡會是2號部份 那1號部份其實就是說他們會不會走過去一個有化學品的地方 你發現了當我們之前有一個Pre-Treatment 就是Pre-Export 就是之前給了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看到很少人是會走過去的 大概15% 但相比起未見過的就會有57% 代表它會少一些人會過去去有化學品的地方 就是有一個殺蟲症的地方 第二就是我們會發現那個survival rate 也是會有increase的 那大概這邊的Paper主要會說的就是這幾個項目 和英文說一次 As titled The female mosquito learn to avoid pesticides If they were exposed to sub-level level of that Like 50% to chemicals and then like 10% 那你們教得到剛才會不會穿過去的時候 就大概是10%對50% And also the survival rate increase from 10% to 30% In the studies 就是第二部分的那個實驗 And the condition used in these studies May be similar to our day life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裡 沒有理由是一個很高劑量的殺蟲仔 或者驅蟲水 所以其實這個實驗某程度上 都會把我們日常生活的情況都反映出來 And how is this related to me It is shocking but also reasonable to know The insect may learn 因為其實之前我們沒有做過相關行為上面的實驗 我們現在知道那些昆蟲都是懂得去學習的 And how is this related to our society Because we should update our preventive measures to mosquito 那我們在怎樣去防備蚊患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把這件事都放在我們整個設計系統裡面 那今天我們分享有關於那個science channel 就大概是這麼多 感謝大家